教宗方济各将于9月23日在首都华盛顿完成给塞拉丰盛的程序 塞拉是西班牙殖民系统下的加利福尼亚宣道团的创立人 她是位于旧金山的都勒教会博物馆馆长安德鲁·加尔文心中的一个伟人 加尔文是美国印第安人 她家的一位18世纪先人就在这个传教站受洗 并最终葬于此地 加尔文从1970年代就开始敬仰塞拉 我从那时起就与修道士们一起工作 推广塞拉神父的崇高事业 加尔文的堂兄文森特·麦迪娜却说 塞拉不应该被封胜 有记录显示他当时是希望压制印第安语言的 还有记载说他派人取鞭子来鞭打印第安人 麦迪娜说西班牙人带来了疾病和文化破坏 在塞拉工作并埋葬的加州海岸的卡梅尔教堂 他被认为是保护原住民抵抗西班牙征服者的人 来自蒙特利湾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考古学者 卢本·门多萨来到这里敬仰塞拉 我自己有美国原住民的血统 也就是亚奎族印第安人 当你仔细看待塞拉的一生 你会看到他不仅仅是他那个时代的人 而是领先于他的时代 因为他是当地原住民权益的倡导者 洛杉矶附近的教团印第安人 和很多其他原住民群体一样 认为塞拉伤害了原住民 部落主席小鲁迪奥特加表示 教会的丰盛举动能适得极大 会有更多人了解塞拉神父的所为 我认为会有更多的证据 加利福尼亚的原住民 所有的加州教团印第安人 都会去读更多的有关信息 他们会更深入研究 他们将会研究并公开更多真相 教宗方吉各已经为教会 对原住民的待遇致歉 但是他说教会里有些人 是原住民的捍卫者 他说塞拉神父是勇敢善良的人 他将被承认为圣徒 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是原住民的待遇致歉 没有人的待遇致歉 他们会感觉到等红色 果 przed遇致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